朋友们好,我呢,继续来在床头 乱谈江湖之情啊 有朋友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啊 说俄罗斯普大爷,就是他们的那个普皇上 就是叫江湖里面那个角色 东方不败 哎,我觉得这比较有意思 为什么比较有意思呢? 就是东方不败,他呢,也有一捅江湖的 这个寻心壮志吧 当然在电视剧,港版的另一版 港版还是台湾版,我不记得了 东方不败是一个正面形象,我还比较喜欢这个角色了 所以呢,我想呢,就是这个 普皇上 他对东方不败,可能这个名可以安上去 但是,红可能安不上去 因为毕竟情况不太一样嘛 但是呢,把名安上去之后呢 也有点意思,什么呢?第一,就是 这个家伙他是不能败的 他如果败了,那可能就是 很多人都不愿意看到 当然包括他自己了 因为他毕竟是寡头里头的寡头嘛 为什么他要告诉俄罗斯人 西方人对我们那么仇视 但是呢,同时把自己的亲人 又送到西方去过好日子呢? 这就是其中一项嘛 还有他手下的那些寡头们 一个一个的,不都在国外 买地制业,买公司,买俱乐部 家人都在国外生活的 很少有在他们认为的天堂的俄罗斯生活 这是为什么呢? 当然这个呢,用不着我来回答 我们还是说江湖吧 就说是在这个江湖里面 他是不能败的 有时候我还看到 在有些媒体上还有一些 题目的一些文章,说是 哎呀,现在的俄罗斯特别需要一场胜利 那他不是一直在胜利吗? 他不是打到人家基辅的边上去了吗? 他还要什么胜利呀? 他不是现在都据说 传说中已经完全占领马利乌波尔了吗? 还占领了人家赫尔松 还把人家的很多的坦克场 轰炸了 那他还要怎么样的胜利呀? 这就是说是我在想 他需要什么样的胜利 当然他也取得了很大很大的 其他方面的胜利,比方说 他很就是 用很容易的方法 让自己的黑海舰队的旗舰 莫斯科号成为了潜水艇 这对他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就 好像他高兴的欣喜若狂 把他的办公室里头的家长全部给砸了 还把 还就是给黑海舰队那个司令赏了一栋 就是拳头啊 拳打脚踢,还把人给抓起来了 这就是 好像最近又很顺利的把他的另外一个将军 在战场上送到了 阎王娜吗?还是送到玉皇大帝呢?不知道 反正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那他的对手 小泽,就是泽连斯基 他的情况怎么样呢? 泽连斯基倒是从来感觉不到 他需要什么样的胜利 他呢,反正也习惯失败了 你看,他 他作为一个总统 那个周边 像布查 像波罗姜卡 或者苏美,或者马里乌布尔 被那么多房子被人家给炸掉了 那么多人被人家给杀掉了 他肯定会 这也是他的怎么说呢 就是整个失败的一方面 他就是到处都是坏消息 当然了 他也有一些好消息 也没有绝对的坏消息 你比方说 国际社会对他的同情 包括我老陈对整个乌克兰人的同情 等等等等的一切吧 就各种各样的原因 还惹得一些人不高兴 这也是他的重大的一个方面嘛 那你说,在消耗江湖里面 谁喜欢令狐冲啊 我直接说,戏里头的人 不是戏外的人 戏外的人,你跟他没关系 你说岳不群喜欢令狐冲吗? 东方不败,喜欢令狐冲吗? 当然是另外一个电视剧里 我们先不说,就是小说里面的 还有就是什么 各山各派,哪个喜欢啊? 几乎是没有喜欢的 就是武当和少林 也只不过想利用令狐冲而已 并不见得真喜欢令狐冲 但是呢 就是这个东方不败 他自己是个非常非常矛盾的人 包括我们普大帝也是一样的 他是不能败的 所以你说东方不败 当然他的思想也是东方 因为他是继承了蒙古人的思想嘛 他们俄罗斯 一番大公曾经被蒙古人统治 然后 胡家火卫,利用蒙古人 屠杀自己的斯拉夫人 完了之后借着蒙古人的势力自己崛起 然后把蒙古人再一脚踢开 然后他的那个统治思想 一直也是继承了蒙古人的 蒙古人又是东方人嘛,所以呢 他是东方不败,现在已经被欧洲全部给 怎么说呢 给半 翻译中文是什么呢 就是抵制了嘛 所以他现在,虽然莫斯科在欧洲 但是他呢,实际上已经成为 一个亚洲国家了 所以他就是东方不败 他就是在东方 脑子在东方 就是这种利益也在东方 他又不能失败,所以 他就是东方不败 好,我们继续看热闹嘛 看东方不败是个什么样的下场 谢谢,再见,拜拜